大家好,我是Toby 很多粉丝告诉我 Toby你变胖了 这是不是真的 你们看 我觉得做视频有一个好处 粉丝会监督我的身材 但是我还没觉得我有什么变化 你们就觉得我胖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要做一个挑战 你是不是觉得 8天不吃东西 完全不可能 做蛤蜊的时候 我吃了很多不健康的食品 比如巧克力 薯片等等 我觉得我的身体很困 我总是想睡觉 我在网上看到 这个清冠时的理论 这个理论是说 你可以喝水喝茶 还可以喝新鲜的水果汁 蔬菜汁 但是不能吃固体 每天最多只能吃300-750的卡路利 这个并不是让我减肥 而是让我重新思考 我的饮食习惯 我做蛤蜊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自己胖了有10公斤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第一天 中国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 一顿不吃饿的话 如果今天没吃饭 就看见什么东西很想吃 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晚上有时候就特别想找点吃的 去冰箱一盘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吃 这个时候肯定有人问 这个果汁轻软吃 真的会烧吗 我也不知道 我们来挑战一下吧 这些果汁 你都可以网上买 但是我喜欢自己做 这样的话 你都知道里面的东西 最近我吃的水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我都快忘了 水果有这么好吃 这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这是只有白色 什么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对吗 对吗 这么多好吃的 凉皮牛排 奶酪香肠 你能忍住吗 托比今天不吃饭吗 不吃 不吃 如果你不吃东西 你还不动你的身体 这样你的循环感觉特别慢 以前我没想到 我不吃东西的时候 还可以做运动 这猪耳朵也超好吃的 你看 一份猪耳朵 配一份牛肉面 配一份牛肉面 你就只能看看 嗯 对啊 这是我的总饭 你也要喝吗 干杯 你会不会看我们吃 觉得更馋 如果你知道你的目标 就很厉害 现在终于可以吃饭 过了这么久 你们最想吃的是什么 仅仅是第八天啊 一会儿我要吃东西了 我们看一看 有没有成功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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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 有一种饭 必须 左边长城 才能吃到 就是 就是 加上粗 及少老干妈 完美 八天不吃东西 成功 嗯 其实 这是我第四次 我做这个 嗯 这么香 其实做这个 不是 为了要减肥 做这个 其实 最重要的是 自己 可以控制自己 约束自己 我不饿 我不饿 但是包子 哎呀 呦呼 我第一次做这个 其实也很难的 但是 现在 八天对我来说 过得很快 大家要相信自己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拜拜 拜拜